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资本是Animana的天使投资方,本轮融资过后,Animana的A轮融资额已超过2000万美金。Animana是一家移动软件及服务提供商,主要面向中东北非阿拉伯语区的移动互联网市场,以内容和工具类的产品为主。 旗下有中东版美佑Hire,总球帝Kurikafr,今日头条Animana等多款产品。Animana成立于2017年初,目前进入中东北非地区仅仅一年多,但已经拥有1500万注册用户,每月有500万阿拉伯语用户使用Animana旗下产品。 在阿语区每月新媒体曝光1.2意思,Animana的快速发展,在与其抓住了中东北非地区的两个痛点,内容稀缺,娱乐稀缺。 中东北非地区的互联网发展,还处于起步阶段,目前在当地市场上占主流地位的移动应用都来自欧美,比如Facebook,YouTube,WhatsApp的,这些应用都只是简单的引入阿语版本,并为真正的做好本地化。 即使是在阿语版的YouTube上,阿语内容也非常少,而当地的很大一部分居民都只讲阿拉伯语。 另一方面,由于宗教文化差异,Mina地区很多国家非常保守,比如沙特,今年才开始出现第一家电影院,互联网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满足娱乐需求的渠道,但是目前互联网上的阿语娱乐内容远远不够。 这两个空点给中国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,可以利用中国成熟的技术和商业模式,开发这块新市场。 但是,进入阿语市场也是有重重阻碍的。 Animena把阿拉伯地区视为一个整体,但其实地区差异非常大,仅就语言来说,就有30多种不同的方言。 为了避开地区差异,Animena在产品研发时,挑选共性多的方面,这包括女性关注的美容、娱乐资讯、男性关注的足球、体育资讯等。 其中,女性产品Haya目前已有10%的阿拉伯女性正在使用转载虚心原作者授权同意。